你有收過早餐吧 沒有 怎麼可能 可能現在這個年代不流行送早餐 為什麼要送早餐 早餐不是在家裡吃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 帥很好 帥一下 你快點吃 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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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恭喜小帥 恭喜 因為其實腳頭破億的時候 跟破一億五的時候 我都瘋狂的幫他們轉 然後貼乒乓男孩的連結 因為就希望 我們的兩位男主角 因為腳頭成績那麼好 然後能夠把這個 這個人氣 還有那個磁場 可以延續到我們乒乓男孩 對 所以我今天特地穿的 跟火龍果一樣 希望電影能夠紅紅火火 好 好 我想問兩位小朋友 就是因為你們從小就打得多球 然後是 所以跟到就是 這麼 這麼長型的選手 這樣 所以哥哥一起拍 很開心啊 很開心 非常開心 他們都給他簽球 球拍 球拍 還有球 有剛才打到一些球 有打到 還有讓名人嗎 就是練練球 對 兩三球 那你會想要未來朝這個方向 或者是跟他請教一下 還好 還好 還是你們比較喜歡林圓如 其實差不多 小心 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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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開心嗎 還蠻開心的 會不會暗戀嗎 沒有啦沒有沒有 洪傑哥哥在後面說 不可能一定有 你問一下哥哥 他小時候發生什麼事 你講說有了 那你為什麼說不可能一定有 你有收過早餐吧 沒有 有可能 可能現在這個年代不流行送早餐 為什麼要送早餐 早餐不是在家裡吃完 早餐是代表一種愛意 關心 那可以算宵夜嗎 我覺得這個電影票房大賣以後 你們就會收到很多的早餐 跟很多的宵夜 不會吧 可是早餐我會吃不完 會給叔叔阿姨吃 在裡面是茶餐飾演的時候 工作很滿多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錯過 小孩子的一些重要文章時刻 什麼是撞起 我沒有聽過圍棋跟想起來有撞起 我沒有聽過圍棋跟想起來有撞起 媽媽送你一個禮物 要收好喔 你怎麼還這麼小 你要先好好長大喔 看著火焰變成了冷線 踩著擁抱生命的刀田 說著我們要的天真無邪 再見想念 下個地點會面 我不是也很關心 還怪你嗎 我已經跟教練講好了 他可以幫忙問問展學的事 他們知道絕交怎麼辦 他們要自己學會思考解決問題 這樣才會長大 揮著手 努力不容易 小孩都是希望混在自己身後 懸空才能懂 夢是邊笑邊哭邊思痛 想過幾個要逃開的理由 卻都是理由 帶起一頭 是你一樣揮著手 借助我 啊 YES